我们看6.3这一个 它叫你calculate the surface area of the 3D the 3D object below so A的这一个呢它的 surface area呢 会是等于πr²加πrs 然后π它没有给我用22和7 然后5²加π5 它的s它没有给 s是13在这边 为什么会是13呢 因为这边5这边12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长的 然后square root of 5 square加12的square 所以这个是13 ok 然后它这边就会是13 ok 22和7 这样一种东西 so 我的答案计算机 按一下525 加5乘13 所以它其实答案是90π 然后乘22除7 然后我的r是282.857 282.86 282.86 282.86 ok 然后b的这一题呢 它要你找它的 surface area 我们知道它的 surface area 会是等于2个πr²加2πr² ok so 2乘22分7乘6的square 加2乘22分7乘 那一个r乘6 h44 ok 所以我在这边计算机直接按了2乘22乘36除7 再加2乘22乘6乘14除7 ok 我拿到的是754.2857 ok 所以它这边是754.29cm ok 然后这一个c的 我要找它surface area的话 我有两个三角形 ok 所以它是两个 二分之一乘3乘4 ok 这个是三角形 这一个接着呢 这一边三四 这个会是5 想拿到5 square root of 3 square加4 square会是等于5 那是直角三角形 然后这边是长的 然后下面的是3乘6 ok 然后旁边的这一个是4乘6 这边是6 这跟6 这边也是6 这个也是6 所以它又有一个4乘6 然后在这一个斜面是5乘6 这样 ok 然后在这边我就可以这样 这样 ok 然后它就会变成12加18加24加30 ok 所以它会变成84 84 84 cms 嗯 正确